一整排的風機葉片 在港口旁邊整齊排列 太中港不只是國際上港 也因為距離風場最近 成了離岸風電計畫中 最重要的停靠母港 這個二十大的風場 有十六個是在我們台灣海峽 三十六個場子 其實絕大部分都集中在中部 我們從北邊 也許從苗栗的霍榮到雲林 其實它的中心點的國際上港 就是台中港 只是光有先天的地理優勢還不夠 如果腹地不夠大 恐怕會造成運輸卡關 這些零組件要送到外海 去做組裝的時候 它必須要先在碼頭邊 先把它組裝到某一種程度 我們的碼頭的每平方公尺的承載力 已經達到四十噸甚至於五十噸 其實原本台中港的貨櫃碼頭 也只能承載每平方公尺三噸的重量 但如今改建後承載力高出十倍 加上台北港目前全台就有七座仲介碼頭 台灣絕大部分我覺得應該是超過九十%的 這個風機相關的組件 都是從台中港運出去的 這樣八十公頃的租地 也是讓我們成為就是說 使用台中港 投資台中港面積最大的這個開發商 不過看看目前經濟部規劃的 離岸風電第三階段目標 一年要完成1.5GW的發電量 且一家公司不能大於五百Mbps 也就是說平均得招商三家開發商 一間得配置三十公頃土地 因此擴增空間也成了當務之極 我們做的這個預組裝的碼頭 看起來稍嫌不足 就會把它規劃 我們從5A5B市議區 36號碼頭市議區 另外我們目前正在發包新建 37跟38號碼頭 土地利用很有限 也是因為目前港口的設計 還是難以跟上風機大型化的速度 以一支扇葉來看 目前長度大約80公尺 但是在未來將漲長到115公尺 這不是說說改就改的 所以這也為什麼讓台灣 變成中國大陸以外的第一座 這樣大型的離岸風電的葉片廠 但它不會到處雨後春筍的開 而是說會由台中為出發 來支援其他亞太國家 需要葉片的時候 光是系統商要從港口運輸 大型零組件到106 107碼頭 就得花上兩個小時 為了解決後線狹窄的痛點 港務公司也設計出南田方區 預計2026年底前 會騰出50公頃的土地 要將運輸時間縮短到20分鐘 又要從我們公專二運輸到106或107號碼頭 其實一個晚上能夠運輸的零配件是有限 它要自放的話 它就預先把它送到南田方三或南田方四 減少運輸時間 不僅如此在36碼頭旁邊 也要再擴增37 38碼頭 預計到2024年總長度將會到達580公尺 同時也將北邊的保安林解編47公頃 但也沒有忘記永續發展的目標 每年將在低度開發區種下2到3萬棵樹 把一部分的保安林去做解編 我們也同時把一部分的營地去做入編 那對於整個環境保育的這個工作 我們才能夠同時兼顧 畢竟發展離岸豐墊的主要目標 就是要達到淨林排放和永續環保 因此過程中也得考量環境因素 期盼再生能源能夠順利的乘風而起 八達新聞社會的竹林博士 台北桑友島 18位玩八方鎖定八大民生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